一男一女扮相绝美 那我想这八个字呢 来形容李玉刚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好像从李玉刚之后就开始流行反串啊 但要说到真正能够演女人演的出神入化 这个非常神似一批一笑 都绝对绝对柔美的 我想也只有李玉刚了 那其实李玉刚从出道之后呢 也是一路上心图坦荡 不仅是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而且还走上了国际的秀场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李玉刚是亮相娱乐巴黎秀场当中 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2013年7月4日 李玉刚赴约巴黎 与著名时装设计师劳伦斯许 参加巴黎2013秋冬高级时装周的发布 头一次在替台表演 李玉刚依旧化身中国古典美人 表演了一曲《祥》 据了解 此次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 劳伦斯许特意为李玉刚 亮身打造了中国古典四大美人之一的 王昭君华服 但是由于时间紧迫 昭君华服工序繁多 所以最终未能亮相 不过这次巴黎之行 倒是让李玉刚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那我想未来呢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品牌吧 有自己的一个服装品牌 但是是中国的 它一定是中国的 中国的汉服 那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它可能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但是它是在推崇中国的文化 也会选择张聂整理报道